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是來到 廣島電鐵的廣島站 這個地方事實上就是 廣島的路面電車的車站 而這也是廣島市區裡面 非常重要的大眾運輸系統 不過現在雖然是通勤的時間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車站的月台 等候這個電車的人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來得那麼多 而事實上從今天開始 也就是5月18號開始 整個廣島電鐵 為了配合G7峰會的召開 已經開始進行交通上的管制 而從今天開始 事實上廣島電鐵的列車 將會用假日的班次來營運 換句話說 原本每個小時8班的列車 今天開始到5月21號 整個峰會結束 將會變成每個小時 只有4班來營運 而這當然也造成了 部分的上班族對他們造成的影響 不過事實上我們有問到 在這邊當地的一些上班族 而他們認為 G7峰會是全球關注的一個會議 所以他們能夠理解 進行這些交通的管制 不過事實上 現在在上班的通勤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排隊的人潮 是沒有想像中來得那麼踴躍的 而事實上整個廣島的企業 為了配合這次G7峰會的召開 他們在G7從5月18號 也就是今天開始 事實上到整個峰會結束 他們也要求員工 事實上他們讓員工 能夠自由的請假 因為這就是為了要減少外出的人潮 避免不變 而這當然也是來自廣島市政府的要求 他們也希望企業能夠配合 那個G7的峰會 可以更順利的召開 以上就是我們在廣島這邊 掌握的最新消息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